租飞机租飞机花了17亿 转起来转起来房间扣呆里 农委会的17亿航摇测飞机租赁机 风波一烧就是三天 但主委陈吉仲是这样说的 我们用租的比买的还更划算更便宜 因为我们租的话只要16亿多 买了之后要20亿 陈吉仲声称租赁只要花17亿 买空机金额却高达20亿 被国民党立委翻出旧报告书狠狠打脸 农委会林务局106年底的航腰测飞机更新计划中 清楚提到航腰测飞机新机机矿家 可大幅节省维护经费 也提及新机报价若含改装在内 金额是3亿7420万 厂商也透露单空机只需2亿5000万 既然空机家改装两架也不过7.4亿 传奇旧的20亿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林务局出面拿出新版经费估算 空机家改装家税金以及维修成本 怎么算都比租赁经费就是比较少 但林务局却用空窗期把金额补回来 林务局公布的隐藏性成本 把等飞机的两年空窗期 每年1.6亿加入经费 成功得出乘机重的20亿元 林务局这一季出来挡刀 称职扮演精算师 当时的建议是购机是最优的 而且购机是比较便宜的 便宜那么多 你当时的报告 你现在农委会打脸 106年的农委会 一台飞机明明是3亿多就可以买得到 你为什么不买 中间的价差这么大 到底是谁拿走了 农委会说法遭蓝营连环戳破 林务局此刻再公布预算 却似乎人没给出坚持租机的好理由 工部门拿纳税钱撒钱却毫不手软 也让人见识到农委会的大手笔 记得长一轩你配讯 小组台报道